今天邀請到兩位重量級的嘉賓 很高興今天邀請到兩位重量級的嘉賓 其中一位就是動漫音樂界 已經是一個很出名的代表人物 Edward 所以很高興今天你來和大家分享你的經驗 是否創意經驗 謝謝Venny今天邀請我 其實也不能說什麼重量級 少一個自己有興趣 所以才開始這個工作 我們另外一位嘉賓在設計界很出名 是香港十大設計師之一的 吳秋全先生Charles 很高興請到Charles來 謝謝你邀請 今天是加長版 我們應該有上下集的 沒錯 兩位重量級人員 我想大家都想和他多聊些 還有我們crossover 今天是設計界和音樂界 好 那不如 多多時間 我們過招了 看完沒這麼說 輕鬆了 由你開始問Charles 其實你也做了很多節目的主持 這次被訪問你的感覺是怎樣 很輕鬆 當然沒有壓力 因為都知道做主持 都要遲前做很多準備功夫 研究很多資料 又要了解對方受訪者的背景 主題是怎樣 所以都挺傷神的 很輕鬆 Edward呢 Edward呢 反而我倒轉 因為我自己在演唱會 很多時候都要兼職做翻譯 甚至要在其他地方 都要有這些工作 今天倒轉 做受訪 反而覺得好像 比較不需要預備些什麼 很簡單 就可以來參加這個訪問的環節 相對地我輕鬆了 有句成語叫受訪若驚 那你現在我會知道 應該 我會準備 還是後來準備 有什麼問題 一開始我們先談談 兩位基本上都是八手興家 很有創意 很有 passion 去做到現在這間公司的老闆 影響到很多不同行業 不同世代的人 我想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過程 人生的歷程 對 歷程 對 開始的時候都是平平凡凡的 都是一個中學畢業生 會口成績麻麻 然後尋求出路 但是人生第一次轉捩點 就是我駕駛的士的哥哥 很擔心我的前途 就推薦我 要是繼續讀書 不過看你也不行 我駕駛 經過觀塘職業訓練中心 在翠平島那裡貼到一張紙 冷氣工程 就是有科目在這裡 不為你工程 弟弟 一門守衛防身 那時候七十年到很流行 就是一個一技之長 好了 自己人生作出第一個決定 就是去到那裡 然後就好像去到診所 有兩個窗口 這個窗口 的確是哥哥所說的冷氣工程 咦 另一個窗口 又貼到另一張紙 美術設計新開放 當時 咦 就二話不說 咦 開始就轉移了 跳了槽 咦 這個窗 會是商業美術設計科 商業美術這個字 在那時候都挺新興的 多數都是叫做美工 或者叫做稿 製稿 商業美術已經很高檔 很高層次 有個夢想 平時自己都喜歡畫東西 喜歡想東西 喜歡創作 咦 當時就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在那裡拿了一張紙報名 誰知道回到去 打算都是 糟了 哥哥當然是高質 拿錯紙 拿錯紙 不是 告訴他 拿了一張紙 不過有一個新開的課程 商業美術科 我很想去讀 想不到也挺鼓勵 那就去讀 最重要是你一技之長 那就過了課程 所以勇於作出決定 以後就成為我一個座任領 就是 設計是 make right decision 很多時候做創作 可以有很多 late out 或者客人給了很多 briefing 你都不知道 好像油花園那麼多 你真的要判斷 當然判斷 不是純粹靠直覺打天才波 然後很多時候 背景資料加上相關的 作出一些影響因素 然後就做出6點 直到現在 都叫做 我一直都沒有轉過行 一直都專注 專注是另一個優點 就是一直專注 現在我就發展等牌 設計業都走在別人之先 因為設計業在90年代 都高度競爭畢業化 大家都埋怨 那些客人不懂得看貨 又或者是只有造字 或者是牙齒底的東西 是很乾的 很乾的一個行業 就是知道你 好像是僵士先生 但是我就覺得 我們需要尋找新的出路 轉言創業產業 或者設計企業家的可能 或者策略性設計 甚至再去品牌規劃 因為品牌牽涉到 全方位設計 由平面產品室內設計 空間規劃 幫媒體 這個呢 在我人生的一個開端 因為 相信在平面設計 因為我來自平面設計 都去到一個不錯的位置 但是再想 原來天內有天 去跟室內設計師 建築師 或者是多媒塌祭 又會有新的東西學 原來設計他們的思維 都有不同 對 又過到電 所以越造越興奮 長青不老 嘩 很厲害 所以才有今天這麼成功 不敢當 不敢當 嗯 我其實 簡單很多 我所謂的來自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是一個70年代長大的 普通的小朋友 當時 亦都是很 我想 跟我同年代出生的人 都很典型 會在家看卡通片 會看超人片 大怪獸 女士的個案 超人 那些 其實 小時候當作娛樂 去看又看 去到中學 都會留意自己 有看又吃 直到高中時間 大概應該是 開始接觸到一些 因為小時候看 通常無線配音 好像黎迪 黎迪配音 然後去到中學 就開始接觸到一些 原裝日本過來的 一些有日文的 有日文主題曲的 有片尾曲的 一些原裝 原裝 那時候自己覺得 因為通常都會比 香港電視台快很多 那些 無論是 資訊也好 雜誌 或是 那時候 開始感覺 慘了 看下去 不明白我自己 聽不明白日文 那時候開始 就決定去 去學日文 就是覺得去學 因為自己很喜歡 想看多一點 去了解多一點 明白故事 說什麼 就不想等電視台 可能兩年後 三年後 才會再在香港 配音播 開始自己 當時都是自修 直到去到自己 入中大 那時候 其實 當初報中大 其實就 剛剛那一年 我們好像是 中大第一年成立 人系 第一年 我自己報的時候 其實 A-level 都不太好成績 一般 不算雕青 不如試試報 人系 第一選 第二選 是BBA 試試 第一個選興趣 第二個選 實在 實用 的學科 Turnal 反而是收了BBA 哦 BBA 完全是一個 比較驚訝 很驚訝 驚訝 進去 因為其實有些學分 是 extra 出來 要修其他科目 我就自己將學分 又未到副修 總之將其餘我 major 以外的學分 全部損失人 所有的學科目 全部損失 除了一些大學要求的必修科 然後損失其他 extra 去讀日文 讀完三年 剛那年 我是三年 讀完之後 總算可以溝通到 基本字 可以溝通到 然後又會看 會寫 開始越來越覺得很有趣 去看一些原裝日本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不同的題材 越來越喜歡 成立了業之後 可能自己 幸好可以 任由自己去找工作 找什麼工作 這樣就 家裡好好幫忙 找給我做這些事情 一直都繼續找一些 可以用到日文的工作 可以用到日文工作 直到 怎麼說 九十年代尾 日本開始 其實他們日本的動畫 本身的演唱會 都是在九十年代尾 九七年九八年開始 才開始有些比較大的突破 比較普遍 開始就 九七年開始看了第一次之後 就 再上癮一些 直到一路 去到二零零七年 就有機會香港 搞第一場所謂日本動畫歌的演唱 那次是誰 那次是 那次很厲害 有五個藝人 另外有 日本的全樂隊 那五位是 譬如唱鐵甲萬俠的 孫武一郎 孫武一郎很出名 唱小甜甜的 韓國光美多志 唱龍珠的 三好孫 還有另外兩位 其實 全部是日本 某一個演唱會的 直到一群人馬來香港開唱 當時我是在前公司做的 那時候是 當時前公司老闆給我去搞這個 那 第一次去做 完了之後 就更加喜歡了這件事 自己去參與和他看 有另一種樂趣 當然也很高興自己可以在香港 正式做一個和日本原來 一模一樣的演唱會 那時候是第一個 可不可以叫第一個 基本來嚴格是第一個 但其實之前有一年 2001年的時候 其實有其他人做一次 但那一次之後就停下來 直到2007年 我搞完那一場之後 自己更加興趣了 還有很有滿足感 因為一來就自己很喜歡 這件事 還有搞了一個 這麼大型的演唱會 還是這麼經典的動漫的歌曲 還請到原創的唱歌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特復的 還有其實最大挑戰 反而是自己從來沒有參與過這類的工作 其實我畢業之後做的工作 都不是Entertainment那邊的 甚至是搞演唱會 甚至是搞演唱會 這麼專業的一個項目 其實遇到很多困難 很多自己要挑戰 但Turn out 總算順利結束到 亦都可以近距離見到一些藝術 自己喜歡藝術 亦都可以在香港完成 其實那一刻感觸感很大 亦都令到自己覺得 有機會希望去再試 直到後來09年 我就離開了前公司 才正式自己去開一家公司 再去更加積極去邀請日本的動畫歌 所以其實香港來講 我相信除了看動漫的朋友會認識之外 一般人是真的完全不認識的 你說龍珠這首歌 我知道這首歌是怎樣的 但是哪位歌手唱 我相信可能你問 十個一般不看動漫人 十個都答不到你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是帶你進來 亦都比其他人 除了說動漫未知之外 亦都希望 譬如說給一些一般的市民知道 除了說劉雲哥之外 有其他這些歌手 也都是這麼有實力 這麼厲害 所以就做到現在 兩年半 那種滿足感其實是這件事 就是過程當中 另一個就是 能夠將他們帶進來 讓香港的朋友知道這班藝術 其實那樣東西都是很高興 當然見到歌迷 在音樂會當中 阿Ben也見到 他的興奮程度 那種開心的潛力 都是另一種 別浪費經濟上的起源 金尊 link 打的 cze 打的 や 氣 柳 están i know you 青い風がいた 胸のドアを叩いても 私が手をただ見つめて 微笑んでるあなた そっと触れるものを 褒めることに夢中で 憂いされ私は何 いたいけない人に だけどいつか気づくでしょう その背中には 真ん中に目指すための 雨があること 悪酷な天使の天使 まとべからやめて飛び出す 音が知る熱い箱で 思い出をふらぎるなら この空をかいて輝く 少年の神話になれ 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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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ハリた assembly ハリたびさ キーロ! ハリた body ハリたびね ハリは ハリ ハリチ explosion 我想問一下Charles在他創作的路途上 有沒有遇過什麼困難呢 困難盡了很多的 包括腦閉塞 腦無知 對那件事很innocent 你就想不到東西了 過了一段時間你才知道 為什麼扣施不了東西 因為你對那段時間一片空白 或者腦閉塞太疲倦 太累 沒有出路 你一定要reverse 懂得調節自己的mindset 或者是metology 轉移視點 就會暢通一點 也包括在創意上有一段時間掙扎 因為創意正在燃燒你很大的能量 能量扯到你的腎上線數很高 將你的後備的資源都用盡 包括排東西 包括很極速時間 要構思一套campaign 一個local identity 一套東西 包括招比 譬如說 試過開會之前 那些work未prepare得好 那些同事做出來的東西完全不合格 那自己就要收拾了 作為總策劃 即將軍你不可以mail 雖然輕易打電話 告訴客廳 喂 改天日 但是你都失信 但是我會硬著頭皮去 若果然練到我和皮疊骨 展望這個環境 我都容易面對 包括只有半個小時 我要think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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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注意力 所有同事的電話 我真的去到沒有影片的境界 關了房間 我要對著那個subject 那個主題 然後我就會出來 因為平時是通達的東西 由接觸客到 了解了覆訊 到和客人的交談 聊天 背景資料 看書 令到我平時是裝備狀態 當同事塌當的時候 我的後備電房很厲害 半小時 我可以想到 挑了個logo 麻煩同事快快去 我有十個logo 一人派一個 做出來 然後淘汰有五個 有三個精 就拿著去見一下 明白 可以去到 都幾出神話 現在看回 都幾power of 即是說 是極速主義 我有一個創作方法 是極速主義的 你給不夠時間資源 我不要緊 你給不夠一些 我們說的背景資料 我不要緊 我有辦法 很快就可以 network到這些知識 還有 我亦都很強 在很錯綜複雜的知識裡面 很快就可以找到一個主謀 一個關鍵出來 然後針對我找一個想法去解決 這個是需要很多時候的壓力鍛鍊 時間資源不夠的底限鍛鍊 甚至乎是不值成本 不值成本意思就是 你沒能力請很多高班馬來人 包括research 包括做創作 設計師 製作人 但是呢 我學東西都很快 就是 我可能 部頭會請一個班底回來 然後很快就去 他的知識就 transform了給我 就是 怎樣做on-site research 然後做quality research 等等 然後很多時候 應用在我的創作上面 有一件法寶 我背後其實也有一些軍師 這個軍師就是 現時年輕人比較少的 書 書呢 是我的教授 是我的軍師 亦都有良私益活 亦都是我創作原流 亦都是我世界 你總不能夠 每次去的人 一年去一次 和家人去環遊世界 但是我很喜歡的就是 你會聰明了很多東西 吸收到很多東西 體驗到很多東西 但是你總不能夠 365天都出外 書呢 就濃縮了這個世界 當然呢 現在你可以說 互聯網網絡 但是我感覺 那個感覺很不同 很不同 書呢 我隨時拿開 好像敲門 那些什麼 卡通名叫什麼 求知門 什麼 遇到什麼 遇到的 遇到的 所以遇到的地方 好 那我拿這本書 這本呢 這本是講中國市場的 你看看這本是講 怎樣創作產品 很多這些意念 還有我學習到 因為以往有極速主義的訓練 整本書很快就找到一些keyword 找到一些main paragraph 然後整本書最重要的一段 我們會找到出來 然後我就會消化得到 所以這個 在自己的腦袋裡面的網絡 就構成我創了一個很充沛的資源 就是 想得到的東西 我很快脫了 就已經network到 但當然呢 書 是我良師一半 但書不會漠漠然走入你家 是 那時候呢 去旅行呢 我太太都經常埋怨 第一站就去書店 在機場呢 一出機場呢 見了老公 去書店 第一站已經拿到重一重了 又或者呢 就經常去完見客呢 今天下午見完客 簽了個合約 或者是個客讚賞 我就去書店呢 買一兩本書 獎賞自己 我看書都幾雜的 都是一個雜家小子 但是知識竹類旁通 所以是構成一個創作的幾重要的傳言 我都認同書本呢 給我們知識的 是源源不絕 還有可以豐富自己 其實我都跟Charles是很像 去旅行我會衝進去書店 就算去到日本的書店 不懂日文 但是我都會是有書是買到回來的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你看到一本書 無論它的圖畫是漂亮還是怎樣 其實那個書本的包裝 也是一門學問來的 我覺得是 隨時有一本書起手 其實是很開心的 那我通常回來呢 那個行李箱都會很重的 那除了書之外呢 去旅行 我亦都會是 去到那些餐廳 有時有些小冊子 有些書籤 那些我都會是拿回來收集的 那就每一次回來 一大袋的行李箱就很重的 那所以家裡呢 就已經是爆了 有個笑話 我一次去德國 不是 去米蘭 有客人請我 就是做手袋一個project 請我去考察 去到米蘭呢 我就又行書店 找了很多產品設計 很多東西 哇 陽陽大觀 第一次過去 好了 登機了 請到我超了房 過了房回來的時候 埋單要八千多元 空中小姐問 你還要不要 要不就去對面那裡寄 那時候心頭好就說 有些我要馬上看 有些人 哎 馬上說那時候那張卡 簽了 嘩 那八千多元 現在看起來多肉赤 是啊 因為設計那些書 本本都很重的 很大本 是啊 所以說去到一個 都頗不理智的時候 你可能記 你稍遲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已經收到 但是你那種心頭好 很想立即要 你回去就想開 即使在機場 在飛機裡面 已經抽了幾本 就立即 我很喜歡在飛機上面 就是享受一時讀的 平時辦公室看那些是速讀的 但是去到那裡 就是浸了一會浸了一會浸了一會浸 好像是空濕的 所以閱讀真的有很多 很開心的 其實也是 但是Charles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從閱讀裡面學到很多 我跟他這方面的興趣都挺像的 但是唯一不同 就是我不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跟Charles很不同 我同意 我比較喜歡看動漫 看得很遲 我通常去日本 不過我日文學很少 我第一時間衝進去的書店 就是看一些最新的 鋼之靈金屬師 例如修羅之門 我都覺得動漫都會啟發到一些疑念 而剛才Edward也說過 你做的跟音樂 日本的文化動漫是有關係的 其實沒有些都好事 Charles遇到的過程就是 你一個發展的路途之中 做一些跟你以前是有興趣有關的東西 但是又不是一直在做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難處可以和大家去分享 難處一定有 剛才那樣去買書 其實我自己未學日文以前 其實都很喜歡買一些日文書 好像阿輝士 都是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但是那時候當然主要是買一些動漫有關的日文書 首先可能就選圖片 那邊有些圖畫適合看的 喜歡看的就可能會先買 還有還有一個樂趣就是說 日文很多時候是有一些漢字 那時候是可以猜到那個內容 是說什麼 其實當時是一個樂趣 當時年輕的時候 這次我們自己開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當然 因為剛才說我和我之前做的工作 完全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其實開一個演唱會 就牽涉到譬如說 請給藝術來 那一部可能是 那個預算是怎樣去計算 市場有多大 香港的市場有多大 譬如開一個幾大規模的演唱會 之後怎樣去宣傳 怎樣去 因為日本很流行有些紀念品賣的 那怎樣去做些什麼紀念品 設定如何 還有去到真的開演唱會 前幾天 我安排所有東西 例如接待藝術 安排所有 演唱會當日的流程 演唱會 全部都是第一次遇到這類的所有工作 那其實外衆公司 比較小的公司 就不是很多人幫忙 可能只有兩三個人幫忙 那時候就一起去談 去研究不同的可能性 怎樣去宣傳 怎樣去安排所有的事情 大家去brainstorm 之後才找一個 大家覺得 不如今次試這個Way 可能你一場試了這個Way 不可以的 那下一場又去試第二個Way 比如宣傳有 去每一次去 好像try and error 去試 怎樣才可以真正去 譬如宣傳 怎樣去真正到我們的 目標 又或者可能 譬如說賣的紀念品 哪些才是客想要的東西 又或者一個show 本身的流程安排 怎樣才是我們的客人 喜歡那個Way 當然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 一直以來 自己都未試過 未有經驗的東西 全部都在中間 try and error 或者參加日本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都會 飛到日本去看當地的show 再吸收經驗 日本是怎樣做的 看看香港可以不可以 可以這樣做 反而我和Charles有些問題 我多少時間要上網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做的 其實做我們做的出現會 其實可以分為兩大旅 一旅是比較上年一點的目標 譬如像金曼玉那些 其實我也是 上年一點 上年一點 高達就長青一點 年輕的人 就是想要菜 對 都長青一點 很開心 非常重要 然後很多時候 上年的一群客人 亦都有一群年輕人 年輕人 可能是十幾歲 到二十幾歲 這群 香港最年輕人的一群 其實我自己 有一點脫節 在這邊 因為我自己 就是80年代 90年代 最瘋狂的那段時間 反而我會比較了解 可能是說 中間30歲 樓上的一群客人 喜歡什麼 因為自己都在那裡 但是年輕一群 其實有時候 我都可能很多時候 要上網 去理解一下 他們現在想著什麼 或者他們喜歡著什麼 這些反而輸不到我 反而輸不到我 反而他們在網上 說的 聊的 亦都是參考的 一個參考 譬如說 我下次請一些藝術來 或者他們想要些什麼 或者我的宣傳 到不到他們的眼裡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對於我們很新鮮的挑戰 其實我的困難和抄襲 有些不同 就是很多時候 去了解一些我不懂的東西 然後把它貫通 如何之後再用下去 尤其是你的行業 需要聲響 鏈像 很多不同的素材 全部都是自己不懂 而是在製作方面 譬如音響、燈光、舞台的流程 全部都是一次一次 累積完之後 可能有些藝術給你 或者經理人給你 給你 這些全部都是不斷經驗 累積回來 有一個奇怪的問題 在演唱會裡面 我想像是否 很多人扮成角色 那些公仔 那些動漫 到處走 很有氣氛 那些是另一類 那些類似 類似的 一些音樂 那些會更複雜 他們牽涉到很多報警 又是版權 更多其他類型的 一個方向的東西 跟我們現在做的 有些不同 Edward說了很多 我們很想知道的東西 小時候的動畫 究竟是誰唱的 演唱會怎麼搞出來 就知道了 但今集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問 但大家可以留意 下一集的內容 因為我們這一集會繼續下去 可以的